大家好,欢迎来到无家美食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电磁卤板蛋炒饭 4个鸡蛋倒入碗中 准备葱花 将切好的葱花放入鸡蛋中备用 辣椒切丁 炭肉切丁 起锅烧油 将鸡蛋跟葱花搅拌均匀 放入油锅中 大火迅速翻炒 鸡蛋炒熟后 放入隔夜的米饭 翻炒 放入鸡筋 食盐 翻炒 炭肉切丁 炭肉切丁 炒制米饭 粒粒松散 就可以出锅了 电磁炉板蛋炒饭 谢谢大家观赏 记得点击关注